杨宣布结婚,Shiny组合成员中炫在家自杀身亡。 而在国内某著名直播平台的红毯上也是相当精彩又劲爆。 薛之谦在红毯上拍照时突然冲上去一个女粉丝,抱着薛之谦抢吻。 薛之谦一脸惊恶,吓到变形。 回过神来问刚才那个女生还好吗,说希望不是恶意。 现在粉丝都这么可怕吗? 各位理智追星啊,据说,这名女子是花娇自家主播。 所以,这是炒作故意安排的歌。 薛薛之谦被抢吻外,红毯上还有一名叫不出来名字的女明星疑似自导自演晕倒戏码。 真的是戏精本人了。 女粉丝抢吻男星,女艺人自导自演晕倒。 所以现在走个红毯为了博眼球抢头条,戏都这么演的吗? 都开始了。